基隆电动机车新方案今天开跑 吸引不少民众前往区公所申请 事实上这项政策执行5个月以来 只申请了100台 基隆市紧急放宽年龄限制 并调降月资费 判用新方案冲高申请率 差强行动发言人林英就批评 谢国良仓促定案毫无规划 请问基隆市政府从公开电动机车 这个正正至今 政策的实施方法到底更改了多少次 我们是不是可以质疑 基隆市政府在公开政策时 根本没有经过详细规划 也有基隆人很酸 因为基隆市罢免谢国良的联署 现在已经通过第一阶段 谢国良才会紧急出招 想用新方案继续骗票 民进党今天召开记者会抨击 谢国良把市政当私人财库 把表案给自己人包离谱至极 基隆市议员张浩汉进一步质疑 基隆市府成立电动机车专案办公室的 德标厂商有转包嫌疑 要从基隆市府应该要立即解约 在承包这个标案前的时候 谢国良市长当时就已经讲了 这个目标是一万两千台 难道你在投标之前 你不了解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吗 针对于为什么会有威肯公司来协助 他讲的理由叫做 来电太多无法兼顾专案 难道这就不是所谓的转包或者分包吗 基隆电动机车新方案争议不断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一川 提报基隆市府去年7月办理追加预算 这回德标的厂商也刚好在去年7月成立 而标案更是短短12天就绝标 直批基隆市府图立自己人 民进党发言人卓冠廷也质疑电动机车标案充满许多疑点 最后德标的厂商和威肯公关 以及谢国良团队的关系诡异 更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鬼 而金融市环保局日前则是澄清 一切都是依法招标 谢谢张维珍整理报道